被丟到屋外的物品 載滿黑色灰塵 還扭曲變形 進到屋內 情況更糟 家店已經不見原貌 連牆面都熏黑剝落 不過遭到嚴重注容 一家五口 竟然幸運毫髮無傷 這起火警凌晨四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潔定的一處巷樓內 全家能夠躲過一劫 跟這通報案電話有關 原來當時屋主一個人住在三樓 兒子媳婦及兩名孫女 分別住在二樓兩個房間 由於起火點就在一樓客廳 發現異狀石已經來不及往下逃生 火警當時濃煙不停的往上竄 還好當時屋主趕緊把小孩 叫到同一個房間 並且在門縫塞了毛巾 才順利保住一命 屋主逃到三樓的戶外陽台 兒子一家四口則是聽從指示 用濕毛巾堵住門窗縫隙 終於等到消防人員趕到現場 雖然財務損失慘重 不過處理得宜 全家五口約十分鐘後順利獲救 而這段死裡逃生的經歷 也讓他們心存感激 樂觀看待接下來的創建之路 TVBS新聞林一邦何一姓 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